下面這首歌 年代比較遙遠 但是很多歌手對它都情有獨鍾 歌名叫做 梨花又開放 馬上得請 第一位出場的歌手 第一次聽的時候就淚流滿面 第一次唱它的時候就哽咽 因為它讓我想起來 小的時候我們家住在四合院裡 夏天的時候 奶奶就坐在鄉村樹下面 給我縫衣服 我搖著扇子在旁邊 給她哼一歌聽 滿眼都是這個畫面 我是一個北京的胡同創的 長大的孩子 我的奶奶只不過是一個賣冰棍的人 她能夠把我撫養成人 我除了能唱歌之外 還能做一點小的事 還能做一點好的事 這些德行都是奶奶給的 所以我不在乎有多少人唱這首歌 我堅強的事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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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棒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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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穴绕的鼓声 有声难恨 后悔有声有声 也不能忘 好 谢谢韩洪姐为我们 开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头 谢谢 很感人的 这心里有点很严 我觉得对于韩洪来讲 应该是不需要去 吝啬异美之词 我觉得她真的是 一个大师级的唱将 她其实字字句句 都要往心里钻 尤其是在主歌 字的排序的时候 她做了非常口语化的修正 包括 梨花又开放 梨花又开放 她稍微把那花就打开了一点 就变成了非常强 而且非常亲近的口感 衣服受影响了 真的 衣服老是紧紧巴巴的 特别不舒服 太累了是吧 刚刚 我歌得美之词